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华信投资长 那今天的一个台股 这个地方各位要注意的就是 今天呢苹果它的营收呢 可能呢不如预期啦 但是各位它还是可以开高 那开高之后呢 它当然来到接近万点 那空方的这个地方会去阻击 但是各位拉上来 跌下来拉上来 跌下来拉上来 所以这个这个什么 震荡的一个格局 但是今天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这个低点 它没有破这个低点 如果说在整个盘中 能够将指数再电高的话 那也有可能喔 多方呢在尾盘的时候 他会继续的再做一个创告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盘式上 我知道很多人来这个 在这个位置点 可能会去预设立场 我们已经讲过多头市场 你不要去受压力 拉回支撑 支撑能够守稳 我相信呢 他还是呢 走他呢 该有的一个 这样一个趋势方向 记得在上个礼拜 我一直跟各位讲 因为大家在讨论说 有没有520行情 其实 其实 520有没有行情 这每一年都在讨论 但是在520之前 各位要去思考 如果呢 这个地方 它没有跌破重要支撑 那我相信各位 那我相信各位 这你就可以讲 有520行情 我在上礼拜班跟各位讲说 97 9786的守稳 就会有520行情 那现在底部 已经跌高到9799 如果呢9799没有跌破 短线呢 他继续抢 因为我知道很多空投老师 从底部一路上来 他每一次啊 大盘呢 你看到 一拉上来他放空 但是放空不是说 这个地方喔 不会赚钱 但是各位 你违背趋势去放空 那当然会赚小钱 赔大钱 大盘现在结构是大涨小回 是大涨小回 各位 你看这一路 如果你从低档这一路空上来 各位你去看 空单能够赚钱吗 即使每一次的各位 拉回这一波 这小波 拉回这一小波 但是各位都是 嘎一整波 拉回一小波 嘎一整波 拉回一小波 你看 那现在是不是要创新高了 是不是要创新高了 那以整个大盘的一个结果 他还是在一个长期 下降趋势之上 那你认为说这个地方 他放空了吗 黄军我常跟各位讲趋势的观念 形态的观念 如果你今天是短视经历到黄军的 我没办法 因为你的心态 心态就是把股票当做指数在主 这我没办法 因为各位你们的技术很强 你时间很多 你每天可以这样冲 拿股票当做指数这样冲 黄军老师真的也很钦佩各位 但是我该做一个 分析师的一个这样的角度 我只是能够告诉你 如果当然你技术好的话 那你一天撞个三趴五趴 你一百趟都对 总之不得了 不得了 你是撞五倍 那我恭喜你 你技术超好 一百次都能够对一百次 但是如果没有呢 我相信各位 如果你每一次进去 就像最近 整个大盘 因为开放的当日冲 我讲过的 股票震荡很大 震荡很大 好像要上去了 但是又为什么又下来 这个就是操作比较大的一个难处 但是如果说好的股票 那当然了 你只看短线 你可能呢 两面被挨 但是如果你用个长线的角度来画 那一档趋势的股票 你在怎么震荡 它的方向还是没有改变 在怎么震荡方向没有改变 那就是你的机会 以不变应万变 你要顺应这个市场 同志我也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修正 你看我 从去年 长华科之后 我是不是一直帮各位讲说 我复制同样的模式 倍数模式的机会 我们印证给各位看 那我们也是同样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看到 从长华科 台圣科 到历青 到大中 到最近的先进光 我现在都是呢 一档这一档 但是每一档各位 一个波段都能够呢 倍数 我现在还是真正能够帮到各位 能够帮到各位 你要买是要买什么 底部的位置 你看当时 你看底部盘整 盘整这么久 我当时就跟你讲 不是只为了赚这一点 为什么 拉上来拉回来 我们还是敢加嘛 所以呢 我说呢 你要赚的是赚什么 中间这一段 不是呢 现在 去追高之后 现在下来 跌身了 不是啦 同志朋友 这里已经报过量 红军呢 你看 你回头去看 我是不是带你卖在 这一坡 不要讲说最高了 相对高 两倍嘛 两倍啊 一百万 都会变成三百万 放在口袋里面 那你接着 因为你高有卖低 才能够接 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更多了 历青 历青呢 我也讲过了 你看 这都是盘整这么久 我们从低档 各位掌握到 但是历青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说 这个地方 我们 短卖 但是各位 这里又是开始出量 这等于说这里呢 各位最近的 这里已经卖掉了 所以为什么历青 各位 在这个地方 红军呢 我们还敢叫 薰惠人的加码 买回来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方式 你一定要会看筹码 不是股票涨多 这个一定要给它放 放 各位 你放在 你放在多少收财 那不对 都不对 你看这个大量 换手 量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筹码了 被锁定 那这个地方 可能呢 有卖掉之后 来也是一样 各位 低档是不是又出现了 这一根 所以我讲过了 你看换手 是不是攻这一波 是在攻这一波 那 玉金光呢 会不会再涨 我不知道 但是你去观察 整个龙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走向 应该很清楚 如果空单没了 股价呢 各位 也可能呢 会杀多 这是我只告诉你 一档股票你之后 来观察 所以台胜科跟什么 历青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呢 我们在整个大盘的 一个结构上 你必须要去了解 那接下来 整个大盘的一个结构 我讲过 万点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过 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过嘛 那你要怎么做嘛 那我最近呢 跟各位讲第二季的操作 跟第一季不一样 第一季我当时跟你讲 做梦炒题餐 那你验证到了 那第二季呢 要回归基本架构 而且现在市场的一个结构 因为短期间 有点在改变的时候 那你如何的去修正 去修正你的操作 策略这还最重要 我不是每天跟你讲说 我的股票啊 涨停板啊 我这个地方呢 怎样都这么有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是跟各位呢 交朋友 那你信任洪一军呢 那你这个地方 那洪一军呢 那当然我们 会帮各位 有钱大家一起赚 有钱大家再会谈 那我相信我每一次 给你的研究报告 你们拿回去之后 那各位你们自己去看 我哪一档股票 在里面就追高 哪一档股票在里面追高 所以现在 已经来到接近万点 因为今天要去观察的是 两档股票嘛 因为外资的期后多单呢 各位持续在增加嘛 他也连七埋嘛 他也连七埋的 但是你说 会不会公万点呢 各位 台积电 鸿海 那鸿海 我这一段有跟各位讲 他是要公万点 当时呢 我说缺口不补 来各位 他会带这个盘去公万点 有没有空间 你自己想 台积电外资持股 七乘五啦 鸿海五成 台积电呢 市值各位 已经达到五兆 鸿海才一点八 谁的 加码空间大 那今天各位 你看到鸿海跟台积电 他在平盘上下 指数你看到 都是十点以内震荡 如果呢 这个地方呢 外资稍微用一点力 把鸿海拉上去 台积电再拉一下 万点只差几点 老师朋友 不要去 去这什么 这个地方呢 哇 你看到去 去想说 这个地方来到万点 每一次空都会成功 那这一次失败呢 现在各位 你看到台币升值 很多钱都进来台湾了 那会不会进来股市 我不知道啦 但是看外资的动作 那如果想要 要买台积电 鸿海把它拉上去 因为大力光 我也讲过嘛 如果上去没有空间 但是它也不会跌嘛 它也不会跌 它是高档震荡啊 所以你看到这重量级的股票 指标股都没在跌 那为什么 同学朋友 你们先急了呢 先急了 要放空赚大钱 现在你要思考 因为我上 我之前呢 一直跟各位讲 物把风金丹马两 台股万点不是梦 但是 这句话的意思在哪里 就是说你要买对股票 你才会赚啊 哪些股票的机会 像i8 你看 对不对 TPK 我们粉丝团里面 这档股票以前 在第一档里面 介绍给各位 但是各位 你看到每一次 底部一路跌高 那现在呢各位 这档 红宝又来到第一档 开始你看 对不对 技术面开始转强 技术面 技术面呢 开始转强的时候 各位要注意 那董监题材 这个我之前 也跟各位讲过 像帽达 因为我们做子公司的大宗 各位也看到 我们也是被识 让各位去验证 所以 这些股票如何的 一个操作呢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像这种跌回来 你看 是不是都是开始 从底部开始往上拉 你要怎么做 我也希望打通电话 或是呢 参加我们的 LINE AD这样的行列 那 我们粉丝团里面 那当然呢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一个讯息 给各位 那今天我们把一些强势股 也再放在里面 有兴趣的 赶快呢 加入我们LINE AD的行列 明天同学再会